这个春天你一定要尝一下这道下饭神器 我是万万没想到 我家楼下的饭店 就靠着一个普通的西葫芦 硬生生的做出了一道招牌菜 清脆好吃又下饭 洗净的西葫芦掐头去尾后 咱们先将它一分为四 接着再把中间的羊给它去掉 这样呢可以使西葫芦口感更加的脆嫩 将所有的瓜羊都去掉后 咱们给西葫芦切成筷子粗细的条 据说切成宽条才是它的黄金比例 全部切好后装入一个大碗中 多来几勺食盐 上手抓拌均匀 放在一边腌出多余的水分 咱们准备少许的去皮五花肉 将它切成均匀的片 加入五花肉会让这道菜吃起来更香 全部切好装入盘中 然后我们准备少许的小料 先来一些小窗 将它切成葱花 少来点生姜 先将它拍扁 再切成末 几粒大蒜 拍散 同时给它剁成末 葱姜蒜切好后装入一个小碗中 这个时候的西红漫漫 已经腌出来不少的水分了 咱们先把水倒掉 接着再往大碗里面加入足量的清水 上手把里面多余的缘分清洗出来 洗净后 装干水分放入一个大碗中 接下来把锅烧得热热的 来少许食用油 油热下入五花肉 先将五花肉炒散 然后再炒出多余的油脂 这样的五花肉吃起来才会肥而不腻 会更加的香 炒好后下入葱姜蒜 简单的翻炒几下将它们炒香 炒香后下入皮鲜豆瓣酱 再来一勺老干妈会非常的提味 小火煸炒一会儿 把里面的油炒成红颜色 切记不要炒胡萝卜 炒好后把所有的西胡萝卜倒进来 开始简单的翻炒几下 让所有的食材翻炒均匀 接下来开始调味 之前的两勺辣酱都有咸味 所以咱们少来一点盐 十三香少许 再来少许白糖 综合口味还能提鲜 再来少许味精 接下来开始不停的大伙翻炒 让食材和调料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朋友们如果您的手机还有电的话 麻烦您伸出发财的小手 给我的视频点个赞吧 您的每一个鼓励和留言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支持 西胡萝卜炒熟后 站一到我家楼下几乎捉拙碧脆脆的西胡萝卜 就做好了 这道菜非常的入味 绝对是一道下饭神器 喜欢这道菜的朋友 不妨把这条视频收藏起来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关注老牙美食 让你天天做好菜